亚历山大医院引进了无线网络 开始加速病人出入院的工作 除了护士连推轮椅的员工 甚至是清洁工人都要用WiFi 据了解这新的系统 可以让一半以上的急诊病人 在15分钟里面完成入院手续 非紧急的病患 则可以在一个小时里面拿到床位 至于医院方面也省下了三成的时间 来看记者李秀丽报道 以往亚历山大第13号病房里 一旦有病人出院 护士得一一通知各有关单位 来处理事后工作 以便安排下一个病人入院 非急诊病患 只能在80分钟内才能拿到床位 亚历山大医院的第13号病房 也有这个革新病房的称号 这是因为院方如果要推行一些新的措施之前 都会在这个病房先进行这些实验 主要的原因是这里的医疗团队 都不害怕改变 准备接受新事物 半年前院方就在这里推行新的病床管理系统 护士清洁工和服务员都备有无线区域网络WiFi的手机 柜台文员在接到护士的电话后 就把病人出院的资讯输入系统 发出简讯通知清洁工人整理床位 整理完毕 清洁工就利用手机通知柜台 柜台会通知医生 床位已经准备好 轮椅服务员也会接到讯息 把病人推到病房里 接下来半年到一年内 院方会进步测试 区域网络通讯的其他功用 例如晚上吧 他病人不舒服的话 他要叫他的腹势过来的话 他就按照病床方面来扭吧 现在呢 腹势要走到病人身边 才可以跟病人谈 如果这个试验做得成功的话呢 以后呢 我们的腹势呢 他可以直接跟病人谈 他不用走到病人的床边 他就可以看到 院方会确保这些设备 不会干扰到医疗仪器的超速 新传媒新记者修理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